大家好,我是大威德,这个西北温这点事儿呢,聊聊这礼拜大威德登山队,咱们去的这个北温瀑布,还有黑鹰寺入口,这次见走活动,大家呢,意外的走,都走了22公里,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,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嘛,很多所有的公园刚恢复开放,但是呢,停车场都没有开,所以呢, 加上我们预计的18公里,对吧,然后停车场,从街上停车,再走到公园门口,将近3到4公里的一个额外的路程,所以大家都走得蛮痛快的,对吧,虽然这次爬升没有太长,没有太高,但是呢,还是有一定的长度,对吧,距离上还是有一定长度, 尤其这个7公里这个,到瀑布这段,必须走的这条路啊,有点,让大家,其实很好走,但是就需要速度啊,所以有时候大家看,就是这段是,等于觉得有点枯燥,对吧,枯燥,嗯, 实际上你想想这个大环线啊,这个黑音寺大环线,它是,你要把它看成一个方形的话,它35公里, 嗯,两边两道呢,就东西两条线呢,你每个都算是它,嗯, 嗯,10,假如说7公里,加上,嗯,后面两公里,就算10公里了吧,每边10公里,你这20公里就走下来了,对不对,啊,就有这么一个概念,对吧,嗯,20公里两边,然后底下,你要走一个, Baden Paul,对吧,Baden Paul,咱们经常走,上,上里边咱也走了一次Baden Paul,那也有得,又有,大概将近, 6公里左右的路程,所以这是26公里,剩下呢,你还有,多少公里,还有,大概将近,不到10公里,7,8公里的是一个, 嗯,爬山的过程,是吧,所以呢,你想想这个,如果35公里,你都要走下来,这个黑音寺大环线呢,嗯,你要有, 一定的爬高,对吧,也要有一定耐力,也要有一定的,怎么样,能走长路,啊,也就是说这个很多,枯燥的这些平路,你也得走,你不走出来呢,你走不进去,对吧,走不了那么远,啊,看不到那个,真正爬到黑音寺那个山谷里,对吧,所以呢,是这样,所以呢,也不能,也没办法,这个,这个,前面的这个,热身吧,就算是, 但是,如果你要爬上了,黄冠山的那个山,崖口,再从那崖口下来,再爬上,呃,大阳山的话,那,相当一定,一定爬升,相当辛苦,啊, 从那后面再走下来,下山的话,也是非常的困难,啊,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提高耐力,啊,提高这个,这个,这个,啊,走路的速度,啊, 所以要练,啊,这一阵,要,要多练,啊,多走,啊,多走这长路,啊,多爬高,啊,最后那个黑音寺的爬高有大概1500米的高度差,啊,大家也要想一想,它是一个有一定的难度,啊, 呃,这次呢,还是要提醒大家,啊,因为这次都很顺利,非常好,大家走了很长距离,但是呢,呃,小小伙伴们还要提醒大家,就出来到这个山里呢,爬山呢, 那毕竟不是在海边走路,也毕竟不是在社区的东西,社区里边走,所以呢,还是带着手机,能带着手机,带着手机,啊,这是第一,啊, 呃,方便通讯,也方便自己找路,啊,但是万一有什么,呃,地方路不熟悉,第二呢,如果你没有带手机,或者,手机,呃,什么情况,忘带了,这种情况呢,你一定要跟在,呃,其他的小伙伴在一起,啊,就不能自己,呃,因为,或者自己体力好一点,走得快一点, 或者体力慢一点,不好,走得慢一点,拉到后面,你都要有一个,叫做什么,叫做,要看到别人,对吧,你前面呢,你走得慢,要看前面的最后一个人,你看不到了,怎么样呢,喊,啊,在山里要喊,哎呀,看不到人了,你不能被拉下,对吧,你在最后一个,当然,通常我们是,队长肯定会在最后,啊,通常是拉不下,但是呢,前面,如果你要走得快呢,你要回头经常的看,啊,如果看不到第二个,是小伙伴了,你要稍微停一停,啊, 等一等,啊,这是要给小伙伴的一个提醒,就是这个队伍呢,不用拉,拉太长,啊,你几公里都看不见人,呃,那是,就不应该,啊,不能出现这种情况,啊,每个小伙伴,啊,是都应该注意这一点,啊,好吧,今天就算,这个,给大家又一个小小提醒,啊, 啊,然后呢,这次的活动非常好,大家可以看到我背景的这些视频和照片,啊,非常美,北温瀑布也非常漂亮,啊,大家有机会,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走的一个trail,啊,好了,今天的西本温那点事,就到这里,我是大威德,啊,谢谢您订阅,啊,这个,文化电视台的这个, youtube channel,VTV,谢谢大家, 文化电视台... 今次入口到了 KONISI 壮观吗? 下次我们走黑衣室,就从那跨过去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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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